大陸官方松口 征HTN9禽流感疫情可能人传人 事業衛生組織專家昨天抵達上海 考察中國疾控中心 流感檢測實驗室 以及收治病患的醫院 活情市場等追查病毒感染源 不過是位專家在星期五的記者會上表示 在中國的人感染HTN9禽流感病例中 有一半以上的病患 並沒有接觸過飛行類 再度引發外界進一步猜測 HTN9禽流感病毒是否在人與人之間傳播 到目前為止 中國官方公布的人感染HTN9禽流感 確診病例為87例 死亡17人 但尚不清楚這些病例的感染途徑 世界衛生組織駐華代表藍瑞明 星期五在新聞簡報會上公布了最新資料 但他同時指出 目前還沒有證據顯示HTN9禽流感病毒 會人際傳染 藍瑞明稱 調查人員已經對8萬份鳥類樣本進行了檢測 但只有40份樣本呈陽性 而且均未呈現病態 他表示 來自四個國家和地區的15人組成的專家小組 將在未來幾天視察北京和上海的醫院 並與醫護人員交流疫情的最新進展 新唐人電視國際新聞部編譯 新唯一 新唯一 谢谢观看